Hello大家 直到今天还会有朋友说 哇小哥你好幸福啊 这么多的爱马仕供你把玩 怎么说呢 我会觉得是不是也会有像 比如说客人自己自用的这些包包 也会有一些包包是不经常拿出来用 但是呢会拿出来看的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至少我会有 比如说特别喜欢的皮质 特别喜欢的配置 如果还在我这边的话 我一定会经常拿出来看一看的 像前段时间的马银皮 最近的这个So Black 像这两天又拿出来这只 为什么拿出来这只 前两天哈尔滨的一位客人 他一个内缝的凯利32的包包 跟他尺寸一样 但是是内缝的黑金的 那只包包因为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然后把这个包包的有一个几处吧 有几处已经有点破皮了 所以一起拿过来拿去我的师傅那边去 维修一下保养一下 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那天同时呢就把这只包包拿过去 让他试一试 那他可能也是在物色自己的下一只包包 这个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身高还蛮高 然后短发 我觉得是一个气场还蛮强的人 是一个给人感觉事业心很重的 对如果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会说如果她和我是同事 然后她是我的上级的话 我可能看到她都会有一些紧张 对她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她用一个内缝的凯利桑 我就觉得还蛮恰当的 但是呢给她看这只包的时候 我就会说如果用这个包包 那如果我作为她的下属的话 看到她在用这样的包会觉得太过于精致 明白我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包包本身带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好精致的一个包啊 就是好完美啊 好这样这样的一种压力 那和她的气场去结合之后 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领导的话 我看她一定会紧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 我会把包包都做拟人化 当然这种拟人化并不适合包包主人 去互补或者互相怎么怎么样 而是一种包包有她的感觉 然后主人有主人的感觉 两个人会有一种化学反应 对像这个包如果正常大家去用的话 比如说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那种模特啊 身高比较高挑去用的话 就正常的一个包包而已 然后一个很美的包包就因此而已 但是呢如果加上我刚才描述的 这位客人的气场的话 就是一种要求严苛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同样如果是So Black的话 美女用有美女的这种气场 明媛用明媛的这种风格 然后明星用根据她的自己的风格的话 可能有不同的感觉 那如果我们来用的话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那如果把So Black独自放在那里的话 就是一个美物 就是一个极致的包包 因为她的box皮也是非常完美的一种皮质 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一种皮质 然后再加上她的这个纯黑的所有的配饰 纯黑的logo 会给你一种很特别不常见 然后呢会想要多看她两眼 但是呢她会散发出那种神秘气息 种种 对然后和你做一些呼应 做一些匹配 如果你是她的主人的话 对 风格往往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那比如说爱马仕的BKC Borkin Kelly和Constans 康康包呢 如果正常尺寸 其实我理解应该是24厘米 因为康康的19厘米 后面加了个mini Constans mini 对不对 所以19厘米可能是康康包的一个变形 是大康康包的一个变形 那如果正常尺寸的话 波金凯利和康康 我觉得都是都是有她自己的这种拟人化的风格 然后再去和她的主人 她的未知的主人进行一种化学反应 然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共同带给外界的一种气质 会不会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总而言之 我会觉得 其实如果你看别人在用这个包包的话 作为参考就好了 往往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是要更加加分的 因为你有自己的个性 然后包包有它的个性 对 你在看别人用一个包包做模特的话 可能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你用它的这样的感受 好了 又是一期闲聊的节目 没有新的包包过来 可能最近会有些小配饰 然后会有其他的东西 包括前两天也会有朋友说 像凯利手镯这一系列的手镯和现有的包包 做一些搭配来看一看 尽力吧 尽力满足大家 有新的东西一定会第一时间展示给大家的 好吗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